你好,我是犀牛。你知道吗?多伦多房屋控制税VHT和加拿大控制税UHT是两个同时存在的控制税 符合条件的屋主需要同时申报两种税 今天的内容非常重要,建议点赞收藏,需要的时候反复观看 多伦多控制税是从2023年开始征收的 针对所有市区内的物业 2023年的税率是1% 2024年的税率是3%,有豁免条款 但是不管是否可以豁免 只要物业位于多伦多市区之内,每年都要申报 否则会被罚款 加拿大控制税也是从2023年开始征收的 针对所有没有加拿大身份的人 目前的税率是1% 也有豁免条款 也是强制性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年年申报 对于上面两个控制税,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申报不等于交税 也许你满足豁免条款,无需交税 但是申报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申报,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 不管是加拿大联邦控制税还是多伦多的房屋控制税都会被罚款 记得点赞关注哦